錄影會在Moodle的公告裡面 上一次是第四次上課 今天的話是第五次上課 每一次上課大概我會把內容會有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裡面基本上不外乎就是我們上禮拜講的 主要一到四實際上主要是如何撰寫VBA的部分 那跟前面聚集錄製最大的差別 就是錄製聚集是Excel幫你寫出來的 那怎麼寫 其實當然就透過那個錄製聚集 然後你滑鼠鍵盤做動作 它幫你記下來轉成VBA的程式 那上個禮拜就不是這樣了 這個要自己寫 那怎麼樣自己這個撰寫VBA的程式 那基本上流程可能要稍微記熟 第一個一定要記得 你要寫程式的時候 記得要先把它寫在哪裡 記得寫在模組就沒問題了 OK 所以如果沒有模組 你就是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OK 然後在那個模組裡面你就寫一個SUB 然後那個SUB裡面的話 當然你就是開頭是SUB空一格那個名稱 比如說我們寫了一個按鈕 那個按鈕名稱也許叫做什麼手機公式 底線公式好了 OK這邊其實就有了 然後呢 我們就是把名稱打上Enter 它自動會幫我產生我需要的 再把程式打上去 那主要呢 當然你如果要輸出公式的話 就是你要先知道 你要輸出到哪裡的儲存格 OK 那儲存格名稱叫Sales 有沒有 刮鬍後面哪一欄哪一列嘛 然後後面等於雙引號裡面就放公式就可以了 OK 那上禮拜也有講到你們在 那另外如果你要重複做的話 你需要再加一個FOR回圈 有沒有 加在哪裡 加在那個儲存格的外面 把它包起來 上面是FOR啦 反正下面就Next 那其實意思很簡單 就是 我要在哪一列到哪一列 幫我重複做這些事情 OK 你就是FOR IH等於2到101 可以 它就會自動幫你全部重新做了 而且效率非常快 因為我們這大概100個會員 很簡單 那如果你有一千個 一萬個 其實甚至一百萬個啦 大概 甚至一秒鐘大概不到就完成了 瞬間就完成了 所以電腦的優勢就是做重複的事情 重複的量越大 它越喜歡 而且效率越高 跟它人不一樣 人叫它重複做 做個 10次20次你可能就累了 再更多你可能就受不了了 OK 而且人做會做錯耶 OK 那電腦基本上不太會有錯誤的問題 它要不就是當調 要不就是 這個 就是幫你完成 OK 然後其他的話呢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結果給寫出來 那理論上 雲端白板上面也有啦 所以 如果各位要參考的話 可以參考雲端白板 第一個 應該我們這個 你打開的話 其實這邊講義都有啦 那程式部分 當然底下這邊你可以 這個是錄製的嘛 然後自己寫的 當然就是寫 有沒有 先寫第一個 把公式放在這邊 OK 那公式要放進來的話 大概有幾個地方 可能要注意 如果它公式裡面有雙 你要把它變兩個 那我就用計事本取代嘛 對不對 然後 再來的話就是外面包回圈 那回圈的話 就要針對這個列號 有沒有 比如說2 應該是 我在這個地方是4 不過你 因為我們把它兩列刪掉 可能把它改成2 其實到底是一樣的 然後外面再包一個4回圈 那基本上就OK了 那再來比較會出問題的就是說呢 在這個公式裡面的列號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I這個變數的話 那記得 你要變成 要把I串在一個文字的中間 那串的方法 特別注意哦 這個如果你假設還是 一下子不太了解 我覺得你建議先把那個 口訣給背起來 有沒有 兩個雙引號 兩個end 然後把I放在中間 然後前後再加空白 理論上這樣子就OK 那實際上它就是把I串在這個公式的這個裡面 OK 那因為有幾個 有1、2、3、3個嘛 那我們就把這個結果 可以做出來了 OK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的重點嘛 應該有印象哦 剩下就是熟不熟而已 如果今天考試 給你一個檔案 教你把這個 層次打出來 其實沒幾個次啦 可是我相信應該會 蠻多同學可能會卡住吧 大部分同學會卡在哪裡 我發現很多人打那個Sale很奇怪 就是S就不加 然後一定會出現錯誤 那錯誤的話 它一定會告訴你 比如說像這個我把它啟用一樣 如果 假設你打錯啦 它反正會跟你講說哪一行錯 你按針錯就好了 那你再檢查一下是有沒有打錯 有打錯改一下 程式就OK了 好啦 反正這個慢慢還是需要時間的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151 擷取括弧 這個邏輯非常簡單 所以你打開這個檔案的時候 你其實你會看到B2到B10 這個已經有幫你寫好公式了 所以請各位第一件事 請你把B2到B10這個公式delete掉 重新來過啦 OK 主要是 當然你說老師為什麼上面已經有 主要是先給各位一些提示 你可以讓你看一下 OK 這個就是我要做的一個答案 但是不是叫你直接就有了 你有 就是我們要怎麼做 這件事情是比較重要的 那當然第一個啦 如果假如你不會做 那往以前 當然你可能會想到說 比較笨的方法 就是什麼 這邊點兩下把它框起來有沒有 然後呢 選起來之後Ctrl C Ctrl V嘛 對不對 那很多工作其實都會有類似的狀況 就是說 你要的資料 實際上是在那個儲存格裡面的部分而已 那部分呢 還不是固定的位置 不是固定位置 但是有一定的規則 那你就要把那個規則找到之後 讓它自動去幫你把你要的資料 放在另外一個欄位裡面去 OK 你才有辦法做後續的統計分析 因為沒有那個欄位 你後面就沒辦法做了 OK 所以其實也蠻多狀況 這個其實還蠻常會遇到的 就是你要的資料 是在某一個欄位裡面的某一個部分 像這個是刮鬍啦 那可是我們要怎麼樣 把這件事情快速的做完 當然我們後面其實衍生 有三個方法 第一個是用函數啦 OK 函數的話就是你想想有沒有哪些函數 可以組成一個公式 快速的完成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的話 當然你可以把它變成按鈕 聚齊 第三個你可以再把它變成VBA 就上個禮拜講 你可以怎樣 把那個公式直接輸出到指定的位置 那這一件事情就解決了 OK 所以首先第一個 函數部分你可能要想想看看 那些函數可以完成 那當然第一個 欸 刮鬍 那當然我想到了 因為在那個函數裡面 你插入函數裡面 你可以看到文字類裡面 其實第一個要找尋找函數 有沒有尋找什麼尋找前刮鬍的位置 所以你看一下裡面其實 往下找應該會找到一個叫fine的函數 不過你會發現往下找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叫search 這個search也是尋找啊 而且你會發現它做法幾乎一模一樣耶 但有一個地方不一樣啦 其實你們比較一下 有沒有 刮鬍裡面這個不一樣 大小 大小寫視為相同 有沒有 所以search是不分大小寫的 那fine的話呢有沒有 它這個地方會出現大... 區分大小寫 你什麼 就是fine喔 大寫跟小寫不一樣 但search大寫跟小寫是一樣的 那除此之外應該沒別的地方不一樣啦 所以你這一題啊 因為找的是刮鬍啦 刮鬍沒有大小寫的問題 所以你用search用fine應該都可以 好 那我們其實邏輯大概是這樣 欸我可以喔 用fine找到什麼呢 找到我刮鬍的位置之後有沒有 然後呢 那我要的字剛好在這個刮鬍的下一個 所以再用mid有沒有 mid的函數是切個中間的字 就可以把我要的資料給取出來了 所以喔 你第一個用fine fine的話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它會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你要找什麼... 什麼...關鍵字... 關鍵字或者是什麼符號啦 那我要找前刮鬍 所以你就把前刮鬍輸了 那它其實還蠻貼心的 因為它test了 所以前後一定要刮鬍一號 那fine這個還蠻OK 因為它自己會幫你加啦 所以我就不加 它會幫你加 但如果它沒幫你加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要自己加喔 OK 如果沒加 那會出錯 OK 像那個之前用過的那個test函數 它不會幫你加 它不會幫你加 那你會出錯 OK 這個其實比較... 所以它有的時候 有些函數還蠻自動的 但有些沒有 可是你大概就知道說 如果這函數上面有跟你講說 這個參數我要的是一個文字的話 那你要特別小心喔 你給它的不是文字有沒有 它就會出錯了 所以喔 如果假設你把前後刮鬍輸拿掉 那就會出錯喔 那第二個v16 那跟你講 你要找這個去哪邊找 那我是建議你練習的時候喔 你可以把游標放在B3來練習 你不要放B2 因為B2裡面沒刮鬍 沒刮鬍 你找這個 其實一定會有問題 所以你練習的時候 先用B3 不要用B2 OK喔 好然後v16 這邊找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會顯示一個結果 所以慢慢習慣啦 反正其實函數喔 感覺你用之後 你會發現 其實它好像有固定的使用法規則耶 而且它好像跟你互動耶 有沒有 就是問你什麼問題 然後你給它幾個參數 然後呢 它就給你你要的結果了 這個就是一個方選 方選就函數啦 然後或者是說 你會看到有一些翻譯叫函4 其實函4跟函數就是方選 其實都是一樣的東西啦 OK 也就是你給它幾個參數 它會給你你要的結果 大概就是這個方選 其實喔 你會發現喔 類似像那個chart GPT有沒有 其實它也是一個 類似方選的東西 只是說它裡面結合AI而已 也就是你給它 它要的一些 當然 它的參數很特別 你不需要固定 像這個是一個框框 比如你要給兩個 你要給 但是chart GPT不需要 為什麼 它會自動幫你去切 所以你會發現喔 你chart的時候有沒有 它會切 去幫你分詞 那分詞再去判斷說 你問的問題裡面呢 有哪些keyword 有沒有 哪些問題 然後呢去判斷說 再給你什麼樣的答 所以你會發現它好像 看懂你的意思 實際上它是去切割再去分析啦 那道理是一樣有沒有 它經過處理完的結果 欸 出來了 那這個方選很簡單太多啦 那個AI當然就複雜太多 為什麼 背後其實 哇 人工智慧 對 你光要切 切完之後還要再去它的database 它的資料庫裡面去撈 而撈的話還要撈到正確的 ok 然後再吐給你的東西 ok 那當然喔 其實 不過運作流程基本上都雷同啦 ok 有些部分是相似的 好 那得到結果之後的話 當然你說欸 老師我知道第三個 可是我要取的是第四個有沒有 所以那樣確定之後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有沒有 再剪下來之後 我習慣不趕快等號 然後前面再加一個mid 再用mid函數喔 去跟它講說 我要從第... 這個文字在哪裡 文字在這裡 那我要第幾個字開始啊 star number 我要從這個第三個字的後一個 刮斧的下一個 所以加1 欸 第四個 那我要幾個字呢 如果我輸入5的話啦 當然你會得到 以這個儲存格來看應該是正確的 可是呢 如果你向下填滿你會發現喔 欸 刮5裡面好像不是都是固定的字數耶 有的三個字 有的是四個字 所以這個公式喔 可能還要再做修改 所以你會發現向下填滿喔 底下就會出錯啦 像這個是四個字它連刮5都出來了 那這個因為它後面沒有字 所以它取到這邊就停下來了 那這個ok 因為這個也是五個字 那這四個字也不ok 因為多一個刮弧 有沒有 那這個也是ok的 那還有呢 它如果沒有刮弧的話有沒有 它會出現這個叫錯誤訊息 如果以後你看到呢 儲存格出來的結果有緊字號開頭的 那就是錯誤 而且錯誤它後面會告訴你什麼地方錯 你錯的地方是value value就是你給我的資料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明明叫我去find那個刮弧 可是你的資料裡面就沒有刮弧啊 所以它告訴你說你給我的資料是不是有問題 ok 這個是一個錯誤的訊息讓你知道一下 那所以喔 第二個要解決什麼問題 怎麼樣去解決 這個字數 因為我剛剛直接輸入5 那不對啊 可是我要怎麼知道剛好是五個字 或者底下是剛好四個字三個字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要想辦法去判斷 那怎麼判斷呢 有沒有什麼比較簡單的方法 那方法很多啦 有沒有 怎麼知道它剛好幾個字 所以喔 其實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我想到了 那是不是可以把它的後刮弧位置 減掉前刮弧位置 那這樣後刮弧位置應該是幾幾 應該這算起來 123就是9 這應該是9啦 123 那如果把9減掉3的話 等於多少 等於6 欸那 不對啊 你說老師為什麼是6呢 因為你 理論應該減是減到d這個字啦 而不是減到 所以會變成少減一個字 那怎麼辦 你再多減1不就好了 那得到就是 這個就得到5了 那不就5個字 那如果換在這裡的話呢 那這個應該3 這個應該8 減下來的話 那應該這4個 所以呢 如果我要非固定長度的話 那可以再來一個方式 就是在這邊有沒有 把它根據我剛剛的公式 那那個公式的話就是尋找 尋找後刮弧 那當然你可以不用重做啦 你可以把剛剛fine 千刮弧這個公式貼過來 然後把那個雙引號裡面這個 前刮弧改成後刮弧就好了 有沒有 這個 這樣的話意思就是說 找一下後刮弧的位置 它回來是9對不對 然後呢 你再減掉前刮弧的位置 那當然你也不用重新輸入啦 把上面複製的再貼一次 那你會看到這邊就變6了 那得到的結果就是 第三屆冠刮弧多一個嘛 所以多一個字嘛 再減掉1就可以了 那得到的就是第三屆冠 好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所以其實 當然你說老師 那不會這公式會怎麼樣 這也不會怎麼樣 就累而已啦 每天就光用眼睛看 就資料就做不完 所以你會發現喔 很多企業很多人啊 每天就是在這邊 Ctrl C 用眼睛在做機器的事情 也就是你把自己變機器了 那一定事情做不完 每天都加班對不對 那如果你會的話啊 你會發現快太多了 哇兩下都OK了 尤其是資料越大喔 那越需要 那現在哪有資料小的 現在全部東西都電子化 都已經在電腦裡面了 怎麼可能還給你一點點資料 慢慢再處理 所以喔顯然喔 這是絕對必要的 如果你不會 那當然你永遠的事情做不完 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啦 按確定 好 再來就是試試看 向下填滿 OK 然後再向上填滿 向上填滿一定會發生錯誤的 有沒有 你可以點兩下向下 或者上面這怎麼辦 你可以按住它不要往上拉 這個叫向上填滿 OK 好 那理論上應該已經差不多了 不過最後好像還差一步 什麼呢 你說 老師這個結果 為什麼這有錯誤訊息 看起來其實不舒服 當然你會說 那這個有沒有影響 其實倒也不影響啦 OK 因為它其實 你將來在處理資料的時候 也不至於會有什麼狀況啦 但是你看著就一定不舒服 所以很多人說 老師那我想要把那個 景Value這個錯誤拿掉的話 怎麼辦 當然你不要想說 很簡單嘛 delete掉嘛 如果delete delete 那你不是delete一堆嗎 這當然 因為還有只有三個 delete三次 可是我這邊有一萬個 這個你要delete一萬次 那顯然不是好方法 所以呢 最後喔 最後我們要想 你看 如果你將來的結果啦 比如說你公司打完之後 會有這種錯誤訊息發生 當然不一定是 僅Value 可能會僅其他的 僅NA啦 僅REF啦 反正僅是要開頭的 就是錯誤訊息 如果有這種東西喔 我們另外有個需求 我希望把這個錯誤訊息 把它清除掉的話 那我應該用哪一個函數呢 最後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想有這個需求的話 你要記得有一個函數 叫做IFER IF 然後後面加錯誤的話 叫EROR IFER OK 不過很多工程師很喜歡 把這個念成叫IFERROR 以前我記得我剛開始 當工程師 同事都說ERROR 後來我發現正確讀應該是ER 而不是ERROR 所以啦 反正知道一下 那其實這個函數是兩個 應該是兩個函數把它結合在一起 意思很簡單嘛 如果有錯誤 什麼錯誤呢 這個就錯誤 如果有錯誤的時候呢 你要做什麼事 那我就把它清掉 所以喔 你就敘述給它知道 那怎麼敘述呢 這個時候就把優標放B2啦 因為我們其實 就不用從B3了 反正就是上面坐下來往下 如果有錯誤的話 就幫我過濾掉 那如果說你要過濾的話 1 有不要放B2 把公式剪下來 一樣啦 然後呢 再到你的函數這邊 插入函數 找到那個判斷 所以IF開頭的應該都是在邏輯 所以這個分類的話 應該是在邏輯裡面 你會看到有一個邏輯 它叫做IFERROR OK 然後它會跟你要兩個 兩個問題的答案 就參數 第一個問題是 那你的資料給我 那資料請你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OK 那這個公式意思是說 它得到的結果 裡面 它會判斷說裡面 是不是會得到的是 有警示號的錯誤 那如果是的話呢 有沒有 VALUE IF VAL 如果 它有像這個地方的錯誤 那請問一下你要做什麼處置啊 如果有錯誤的話 那你幫我清除掉 那清除的話應該打什麼 你說這控板不對啦 記得喔 清除就這個 跟VBA一樣 有沒有意義 VBA裡面清除就兩個雙以後 這個特別注意啦 這個如果在 不論是公式裡面或者VBA裡面 這個叫清除文字的意思 OK 那當然它的專有名字叫空字串啦 不過你的理解其實就是等於是 空字串其實理解應該也是可以 把它理解成清楚啦 那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如果你這有這個概念的話 以後再處理資料應該就會很順暢 有沒有 OK按確定 那像這個你會發現 因為它裡面是錯誤 所以它得到的就是沒有資料 清掉了 那底下呢 這個是正確的 所以沒有任何的反應 它這個函數只會針對 有value錯誤去做改變 但是如果沒有錯誤的喔 像第三屆冠軍這個是正確 因為它有刮鬍 它就不會有任何的錯誤訊 它就不會有任何的反應 所以如果你往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ifl的話 它實際上呢 有反應的部分呢 就是針對有錯誤的 所以你會發現 那等於就是把這裡面 只要是緊字號的東西 通通清掉了 OK應該可以理解這意思啦 所以喔 這裡面總共會用到三個函數 當然 你說老師是不是一定要從頭到尾打 沒有啦 像我的習慣是 我會先思考第一個step 然後思考完之後 再第二個step 第三個step 反正一個一個step 你再把它做完 那可能有些更複雜的資料 可能還不只像這個是三個step有沒有 有了可能要四個 五個六個七個 哇公司一長串 反正呢 事情可以做完就好 你總不要土法煉鋼吧 土法煉鋼不得了 資料讓我們常見的一定是上萬筆 上十萬百萬都有可能 當然就不適合用那個 土法煉鋼的方式 所以喔 第一個呢我們做完之後 那再來請各位 把這個結果複製一個 這個東西 叫做聚齊 那這個比較簡單啦 其實這個聚齊還記得吧 其實主要是希望什麼 把剛剛的東西變成兩個按鈕 那這兩個按鈕很簡單嘛 這其實是前面做過啊 就是用錄字聚齊 把三個步驟錄下來 然後變成按鈕 上面再加速解 OK 其實就是上上禮拜的東西啦 OK 然後再一個清除 那這個地方 怎麼做待會來看好不好 這比較簡單啦 所以這個如果你可以自己試做看看 然後最後的話在VBA VBA是上個禮拜的 VBA一樣三個 一個是清除嘛 然後輸出公式 另外清除掉之後 輸出的話呢 就不是公式 而是最後的結果 有沒有發現 那兩者有什麼差別 當然差別很大啦 如果你將來是輸出公式的話 這裡面明明沒有放任何東西 但是呢 因為輸入一堆公式 所以你假設按存檔的時候 其實是存了一大堆東西 在這個Excel檔案裡面 那如果說儲存格喔 哇 幾萬幾百 幾十萬個儲存格 幾百萬個儲存格 都放這些東西 那不得了 你一存檔 哇那個Excel檔案 就變成很龐大的一個檔案 你一亂起來 哇 奇怪老師為什麼我這個磁型效率這麼差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需要去思考 如何把這個轉變成這個 就是不是輸出公式喔 而是輸出 它應該要有的結果 所以喔 差別在這邊 按下它 游標放在這裡 你會發現喔 欸 它得到的結果 居然沒有任何東西 那如果沒有任何東西喔 將來存檔的時候呢 也不用佔用任何空間了 OK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吧 所以檔案相對會小很多 尤其是你的磁型的東西越多的時候 那就有非常大的必要性了 然後另外的話 要執行效率有時候也會比較高 只是說 這個要怎麼樣轉換到這個來 那難度就會更高 所以今天應該是 最難的應該是這件事情 OK 最難 不過沒關係 這其實程式我們都 以雲端上都有啦 反正你就先照著做 然後慢慢熟練它 我想未來你應該也可以辦得到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先把這個先完成 然後待會思考這後面兩個 OK 試一下喔 是